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,亲爱的朋友们,大家相估好,我叫彭小千,一个非常热爱中国文化的埃塞俄比亚女孩,很高兴今天参加中学生汉语跳比赛,你知道吗?在我们的课文中这样学到,即使年轻的中国也非常贫穷如后, 但通过勤奋和努力创造了经济奇迹,中国的快速崛起让我们看到了希望,既然中国能有这种颠覆,那么埃塞俄比亚为什么不然呢? 中国不仅是埃塞俄比亚的好伙伴,也是我们的发展榜样,虽然我们有只不一样的文化,不一样的预言,不一样的服务,但是我们有共同的理想,共同的目标,共同的追求 埃塞俄比亚积极相迎中国一代进入城市,大力开展基础式事件事,以渐渐工程营运而生,以作作高如拔地而起 近老的中国人正在把自己的发展经验毫不包容地介绍给埃塞,帮助我们发展经济,改善民生 今天是中埋建造故事周年,我衷心支援两国人民犹以光骨成亲 我也希望中国个人的联络之力,在埃塞俄比亚广访川普中国华站里面,号召大家如期休息加油干,因为幸福都是放途出来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